109年人口及住宅普查工作 在吉安乡公所团队合作 和乡长优书甄权力的推动辩执下 荣获了一花冬唯一优等的殊荣 而华林县政府也藉由9月份升级典礼 举行了公开颁奖表扬 也就于近年来各类诈骗案件陈述不穷 访查工作事实不易 为了让普查推动顺利 吉安乡长优书甄展现聪明以及亲和力 亲自录制广播新传代 在普查准备期间 借由垃圾车深入大街小巷密集市巡回播放 贴心教学辨识防诈骗的方法 让详情安心配合公部门的调查 虽然巡回在办奖领域当中 特别肯定于书甄乡等人负责 积极向上不为疫情冲击所带的改变 带领了吉安乡公所 透过不断的学习 积极调整施政作为 无论在防疫、环保、防信 城市每些都是名列前茅 首先非常感动吉安乡公所的团队 竭尽心力为我们开启人口普查 在第四类也就是人口数 较多的乡镇市 来给予我们数值的一个 参佐上的正确性 尤其我们主机单位 十年一次的人口普查 会成为我们整个在社会推展 社区建设推展上一个非常重要的穿植树 也可以代表一个乡镇市在未来整个建设计划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个数值 所以我们吉安乡公所团队 谢谢我们民政跟我们所有的村干事 来为我们铺陈这样的一份工作 我们相信唯有数值的正确 目标的订定才会明确 所以我们做好了我们该做的公务的一个调查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也谢谢我们主机处跟我们的这个中央 还有县长亲自的颁证给吉安乡这样的一个荣耀 我们相信未来的每一个工作 我们都会做到更好更完善更精准 县与书生乡以县普查员民政客主机市 产办工作人员说成辛苦了 在疫情远近之际 最近自身业务走访家户延伸似服务 在相同时间内完成全县居关的普查案件 良好的成效获得优等表扬 展现团队合作的精神 他表示将一向面临多数人在即不在的情况之下 透过人口普查有效掌控社会脉动 以至现实生活的面向 顺应顺使万变的社会现象 普查结果的因应层面十分广泛 所创造的价值难以估计 因此有高标准的调查 才能够推行高品质的角色方针 以验证施针效率 让相亲更有感 记得永远回头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